大家好,爱吃一连小毛俊又和大家见面了,他们到底有没有在谈恋爱呢? 还往DC Inside做了一下温卷调查 足球明星孙新敏和演员孙慧乔,爱到Blackpink成员Genie成为网友们心目中 即使否认恋爱绯闻,也很让人怀疑的五大明星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孙新敏和孙慧乔分别以13%的票数,拿下第一和第二 第三则是一个世界级女爱到 接下来就和小毛俊一起来看看吧 足球明星孙新敏以8807张的高票拿下第一名 主要是通过网册被拍到跟Girls Day成员方明雅签手约会的照片 当时女方的公司立即承认恋情,她和孙新敏选手好好的交往了 但孙新敏却第一时间否认交往,表示两人只见过两次面从没在一起 之后孙新敏又被拍到跟After School的刘晓英约会 两人被拍到在车上约会 孙新敏还为对方吃饼干,亲吻女方的手 却连下车后还不听宋飞吻 照片曝光后,刘晓英也大方承认恋情 但孙新敏说不认,就是不认 2019年开始,孙新敏也被传出跟Blackpink的GISO约会 两人被发现一些疑似恋爱的证据 但并没有被拍到合体照 外加YG出面迅速否认,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去年孙新敏的最新对象又被指是金高银 但不管他跟哪一个女性谈恋爱 都已经落下绯闻否认大王的印象 因为过往即使被拍到照片,他都坚决不认 死都不会承认的固执态度 实在上网友不得不把这票投给他 排在第二名的则是刚刚拿下 百想艺术大厂事后头衔的宋慧桥,12%的得票率 刚拿下百想事后的宋慧桥终于再创事业高峰 粉丝也同庆与感动 首先,上榜的绝对可说是演语圈中的发电机 甚至还有最强男神收割机的称号 那就是乔妹宋慧桥啦 出到27年的乔妹仍然始终无法忘记她的轰烈感情史 这次她以8021票,有13%的得票率拿下第二名 谁常拍完一部戏就和男主角闯一次绯闻的她 总共有6人绯闻男友 包括2000年合作蓝色生死恋的宋慧桥 合作欧莹之爱宣言假西真作 曾经认爱并一度论及婚嫁 就被伤最深的李炳献 2004年浪漫满屋被拍到私下约会 却始终没有承认的Ring 2008年因合作他们生活的世界 进而交往近两面的悬兵 苍莹司在IG出柜的好友刘亚人 虽然当年跟李炳献与玄冰恋爱室都有大方公开 但多数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跟宋仲基在拍完Time的后裔后 随后被爆出有粉丝看到他们共游巴厘岛 但当时宋慧桥通过公司表达不满 我们没有看过NBC的Section TV做了什么报道 他们根本不知道花一天的时间去收看 他们说有目击者 但是目击者到底是谁呢 这个节目没有回应的价值 不过就在缠绰空游巴厘岛 但态度强硬否认的同一个月 双孙却突然宣布结婚的喜讯 令外界下掉下巴 在一个月内大逆转的态度令人难忘 但婚姻只延续了20个月 非常短暂 其实韩剧圈一直流传着宋慧桥 几乎每部戏结束后都会与男主角相恋的杂说 因此这回宋慧桥也拿到了第二高票 这次黑暗荣耀结束后 宋慧桥再次深陷恋爱杂说中 对象是反派之一的朴承勋 还在宋慧桥后面的则是人气女团 Blackpink的人气成员 Jenny 这项调查从4月24日到4月30日 进行为期一周的投票 一共获得72,620票 其中Jenny拿到了7,848票 共11%的得票率 人气女子团体Blackpink的成员 Jenny厌世的奶猫像 加上是不是透露出可爱气息的撒娇语气 也曾掳获了不少男生的放心 包括在2017年被爆出热恋中的 YG金牌制作人Teddy 2019年和XO成员Kai的热恋消息震撼粉丝外 在2021年 还曾爆出和同公司前辈Bigband的JD热恋消息 甚至传出两人恋情Jenny妈妈也知情 且是YG内公开的秘密 之后在2022年有粉丝发现 JD个人的IG小账号 取消了Jenny的两个账号 本人账号 摄影账号 但却仍旧有追踪Blackpink 另外三名成员 Giso Rose Lisa 让粉丝猜测 两人是否已分手 但目前 两人及其经纪公司 借对此事无回应及发表立场 就在大家对JD取消关注Jenny账号一时 还没有明确解答之际 Jenny又与防弹少年团的V金泰亨 连续传出三次恋爱说 因为2022年5月的冀州同行 二维待机室内 Jenny拿着手机 站在正在做造型的V身后的照片 第三次则为一丝两人在V家中的甜蜜合照 虽然对于两人合照 大部分都分成了 有批图派 vs没批图派 不过也有人表示两人很相配 认为事实 当然会祝福他们 或许有人爱失败的前车之鉴 这回不想回应 是Jenny的选择 必须尊重他 但也不免在网友心目中留下 如果不认 就是在恋爱的刻板印象 第四位则是Big Bang J.Jogan 虽然从来没有人爱 但情势丰富的JD 也让网友整理出来 他历年来的绯闻女友 都拥有同一个特点 那就是猫咪像 首先第一位就是2009年和模特金米娜 据说两人在飞机上相识 随后金米娜便时常参加JD的派对 到公司探班 不过没多久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位则是让两人被誉为演艺圈的金童玉女 最为致命的日本女星水源西子 两人飞闻传了六年之久 更被滴舍拍到两人甜蜜的互动 也有Titled 2014中 更有类似JD向水源西子喊话 歌词求你回来吧 不过可惜的是 2015年被滴舍爆出 两人一分手 随后的小松蔡奈 则是因为除了气质和水源西子相似之外 JD的私人账号被盗 而流传出多张两人的亲密合照 不过YG始终表示 这是艺人的私生活而没有承认 直到2018年再度被滴舍爆出的 After School 李朱颜的恋情 女方更不小心受花 上传和JD玩滤镜的照片 以及多张在SNS偷偷放上的Lost Day Cream 让网友们也都心照不炫 最后则是2021年和师妹Blackpink的Jenny 被爆出当时滴舍 更是表示两人的恋爱已经是YG公开的秘密 手中有不少两人约会的照片 第五位则是江洞源 江洞源1981年出生于韩国釜山 19岁时以模特身份出道 23岁时并凭借电影狼的诱惑 成为了无数少女心目中的欧巴 不过他和大部分韩国花美男不一样 他几乎没有演过最容易吸引人际的 韩式浪漫偶像剧 相反从出道开始 江洞源就一直在电影领域深耕 他曾经转过的《我们的幸福时光》 《田羽志》《义兄弟》等作品 都收获了不俗的评价 和在电影上的高产量相比 江洞源的情史少得可怜 出道22年 他唯一公开过的女友 只有模特陶如真 绯闻女友只有宋慧桥和韩孝舟 因为陶如真名气不高 江洞源又对外绝口不提私生活 所以关于江洞源和陶如真 恋爱方面的消息少之又少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是在交往五年后分手 而且分手后还保持着朋友关系 反倒是江洞源和宋慧桥 以及韩孝舟的绯闻 引发过无数人课堂 江洞源和宋慧桥 在2010年因为拍摄电影 《山茶花》而舒适 这部电影结束之后 江洞源便签约了 宋慧桥所在的经纪公司 Yui 此后江洞源和宋慧桥 连续三次被拍到一起看电影 因此传出绯闻 就在他们的绯闻 传得更甚的时候 江洞源和宋慧桥 合作的第二部电影 扑通扑通我的人生 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电影还没上映 宋慧桥就惹出了麻烦 电影的票房也因此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从江洞源和宋慧桥 后期宣传电影的神态来看 因为突如起来的风波 江洞源和宋慧桥的关系 也不如从前那般亲密 在这个周恩 风波结束之后 江洞源退出了 宋慧桥所在的经纪公司 此后两人事业上 再也没有了联系 后来江洞源和韩孝舟 被拍到在美国逛街的照片 因此又传出了恋爱说 当时韩国的大部分网友 都以为恋情属实 也纷纷认为 江洞源和韩孝舟外形般配 不过很快 江洞源和韩孝舟 就双双进行了否认 江洞源透过经纪公司表示 原本他们就是 彼此认识的好朋友 被拍照那天 是一堆熟识朋友的聚会 但是记者只拍了 他和韩孝舟两个人而已 此后韩孝舟也发出声明 他和江洞源 是合作过两次的前货贝关系 他们就是和朋友们 一起吃了一顿饭 究竟哪一天 江洞源会再次公开恋情 或是踏入婚姻殿堂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以上几位明信 可谓是每次被拍到 都会否认或者不回应 但却从未打消网友的疑虑 期待他们公开恋情的那一天 再次公开恋情的那一天 再次公开恋情的那一天